如何来看一下竞争对手的网站的流量呢 雨伦你自己如果说做了个网站 比如说你是卖鞋子的 那你觉得你的竞争对手会是谁 如果我是卖鞋子的话 那我肯定第一我会看大品牌 比如说像耐克阿迪这种非常大的品牌 他们是怎么去做的 他们的网站的设计是怎么样 这是最基础的 所以但是你其实并不知道对方的流量怎么样 这当然就我觉得也没什么东西 你可以看到对方的流量 那我可以今天给教你一个技巧 这是我们SNRush的很著名的工具 它可以分析竞争对手的流量 你可以看其实很简单 你自己有相关的经验的话 你也可以看出这种这些数据吧 它的意思吧 是是 你可以看比如说这里我们放大镜头 让我们屏幕中的观众可以看一下 这是什么authority 这是个综合得分 它其实没什么意思的综合得分 主要是看这个自然搜索流量 它这里讲耐克这个网站 它一个月的搜索流量是在 194Million Million 百万的意思 就194百万大概是一个亿吧 这样 一个月被搜索一个亿左右 然后关键词有将近400万个关键词 然后付费搜索流量呢 差不多在这个对吧 800 700万左右 对 返向链接是说有多少个网站的链接 链接到麦克这个网站中 就是因为你一个网站来越知名的话 其实会很多人愿意链接到他这地方来 很多人愿意链接到他这地方来 分用的什么网站呢 比如说像国内的微博 就我自己写文章 就我链接到微博 就是这个意思 而展示广告就是那种图片广告 它也投了很多的 就将近7万个展示广告 那这是 不 不 它那个展示广告是网站中的特别来用图片 哦 你再一些其他 比如说非 奈克先博客小博主的网站 会有这样子 ok 然后呢 这个的话其实看起来没什么感觉 对 他这里 他这里有更加细致的一些 这个资讯你可以看到 嗯 他按国家分呢 他其实 奈克 在这个SNRush的这里 他看到了 他付费主要是投美国的国家也很正常 那第二名主要投英国 英国 当然 就如果说 把中国的这个市场加上去 我觉得应该是比英国肯定会高 可能会 但是这个我觉得 我们中国的购物习惯的人 应该不会去官网 哦 对 这个是以官网为主 哦不对啊 最近我打一句差 就我们去抢鞋子啊 或者去玩鞋 我们还是会去官网去抢 少数了少数了 对 然后第二名英国嘛 第三名是德国 嗯 第四名是意大利 啊大概是这样子你说 哦原来这是奈克 他自己本身 比较关注的一个 哦国家市场 最当然了 如果说你自己开个鞋店的话 你就可以说 哦奈克如果是电视场的话 第一你可以去思考了 为什么 会在这地方卖鞋 是 注意他这头 这也是付费广告啊 是 那自然搜索广告的话 自然搜索流量的话 哎 他 他第三名是法国 嗯 就法国人比较喜欢奈克 但是呢 你发现没有 奈克本身还不在法国投广告 就浪费别人感情 看到了 就我觉得是 就一旦就自然搜索流量 做到一定的地步了 肯定是考虑付费 是做一些新兴市场的 是 那所以他选择了 好像选了一个 德国他是自然搜索流量 是的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奈克的这个流量的一个增长变化情况啊 蓝色的部分是自然流量 你看到吗 然后黄色是这个就是他的付费流量 那这个你其实你怎么读懂这个嘛 他其实广告会是一直保持很稳定的水平 两年内 是的 不怎么改 但是他的市场预算可能两年都差不多 但是他的热度自然的话题 他肯定是就往上面去走 而且他这里是以流量作为一个标的 他并不是以花的费用 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就奈克这个网站啊 你发现没有 他的网站流量来源主要是投广还是自然搜索 肯定是自然搜索 而且是基本上好像是1%的而已 是差了非常多 差了非常多 只能看他这里 你如果你注意看这个地方啊 他在付费流量是12087嘛 然后他这个自然流量是144 差了一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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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觉得啊 我们投广告还是做SEO好一点 啊 耐克怎么做已经告诉你了啊 你们觉得你们的广告预算费 能够高于耐克的话 你换一点投广告啊 是不是 所以更多的我觉得 如果我自己去做鞋子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扯谷歌上面 扯售媒上面 先把化解热度打开 比如说像一个最新型的品牌 因为投广的话 对啊 这样投广的话 这个这个数据的量实在太恐怖了 就10分之一而已 然后这里有一个 他这里是付费观点词 我就这个表格 因为我今天初步讲一下 后面还有一些好玩的是 他这里告诉大家的是你 他投了广告啊 因为他肯定投了很多观点词嘛 初步看的话呢 他这里 前三名的关键字 好像就那么多 他这里有个排名 他其实你发现没有 你注意看 耐克他因为他很有广告费预算 所以他所有的关键字的 那个位置 都在前三名 因为他这个是 他在投广告的时候可以设置个你 我一定要的钱 他没位置 是的 然后我也愿意为此付出很多钱 因为他有钱 所以他比较赞比比较高 四到九名还算少 九名以后呢 大家看他基本上不考虑投广告了 发现吧 对这当然像这种大品牌的话 肯定我们要占据前面 前面三位的这个级别 是九名以后就不考虑 然后这个就是大概一个情况啊 然后你看一下他们投的主要关键字 有这些人词啊 像耐克我觉得应该都是他 都是不同的 对对 Jordan One Nike Shoes Jordan Air Force 这个是耐克的自然流量的 是的 然后同比的我说把他通货 广告的话当然这点击是0.08美元一次啊 我们只要看他这个 他竞争对手啊 的网站也都说出来了 你看到没有 竞争程度非常非常低 都没到一半 对都没有阿迪 是的 好可怜 然后这里看到给大家的比较 那耐克的地方远远遥遥遥领先 然后这几个都排在小老弟的那边 然后品牌都非品牌 所以呢这个东西啊 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啊 这点对他付费关键词 你看耐克为自己的品牌也投了广告 为什么 因为他不投的话他别人会投了 是的 因为同行会投的 是的 然后Air Force他也投了 他的广告单次点击是0.38美元 换的名币就是321 4768 因为他将近4美元 1年4美元 498 2块8人民 差不多 2万8 然后他投最多是卖 耐克这个词 占了百分之 他流量百分之79 左右 百分之9 就肯定品牌词 我肯定会优先投 就为了华撞我站第一啊 哦他为什么他这里观点词这样是一样 我不太懂啊 就不就不就 没有他可能是地区 哦有可能是地区的不同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这样子的话 大概 他甚至连耐克的广告的标语怎么怎么写都告诉你啊 这个软件还挺好用的 对不对 他这里就是什么 the official nike side free delivery and returns 是耐克官网免费的这个啊 快递和免费的啊 退货啊 在诸如此类的 那如果说你是个卖鞋的厂家 你可以瞬间看到 哇你看他还有 这是耐克的外链 你看是谁给他外链 腾讯体育给到他那个外链 是因为东京奥运会嘛 然后呢中国的这个流量特别特别大嘛 所以呢很多的一些外链都在中国的一个新闻报道 对然后这样子的话 这就是我们正常做做一个行业市场营销 特别是拿头部头部动大佬来做的一个这个调研 这这必不可少的 因为你做什么事情你肯定是先学习前辈的一些经验嘛 他怎么去做的 然后我们再分析看前辈有哪一些市场是不做空缺的 我们再去 找我们自己的机会吧 就是找我们自己的机会 也要有策略的去打 嗯那好 反正如果说大家也是想做这种精细化的数字化营销 Digital marketing的话呢 可以来找我们优派出海 然后我们可以帮你分析一下啊 然后我们也很欢迎就是在北上广深的有私利的厂家 或者朋友们来聊 那观众们优派出海 然后去我们官网或者公众号 可以看到我们的更加多的一些信息 我们就一起去想那边 我帮我们的右边 好的 我们就把它割掉 我们的帮助 我们就来看看